晚上好 我是嘉迅 随着首相安华昨天傍晚入宫 进进国家元首后 不仅让人猜测 内阁名单是否已经出炉 根据新州日报探析 内阁阵容预料最快会在明天12月1日宣布 而新内阁成员的宣誓就职仪式 很大可能最快会在下周一12月5日在国家网工举行 消息人士告诉新州日报 新内阁将会受审 可能会有25个部门 涉及25个部长和25名副部长 总共50人 而部长人数比例将根据各党赢得的议席来分配 西门公正党会是1加4 也就是一名首相加4名部长 行动党则是会有5人入阁 晨兴党方面会有2名 而民同党也会有一名 至于古镇预料会是获得1加4 也就是一名副首相加4名部长 沙政党联盟GPS也会有1加3 也就是一名副首相加3名部长 至于三个部长空缺 则可能会保留给母打和民进党 而关于副首相人选 消息透露将会是国阵主席 阿末扎西和沙盟GPS资深国会议员巴迪拉 消息透露阿末扎西被市委是组成团结政府的重要工程 加上新政府需要考量到接下来的稳定性 所以扎西出任富奎的机会很高 另外拥有两名国会议员的马华和一个国习的国大党 这次预料不会入阁 安华宣誓出任第十任首相已经快一个礼拜 宪法专家旺阿末就呼吁安华尽快组建新内阁 否则等同于让政府体系空转 他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棒访问时指出 大马兹国会解散以来 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召开内阁会议 而根据联邦宪法第43、之3以及6条文下 没有部长被委任以及宣誓 内阁会议是无法召开的 记录显示 历任首相都是在宣誓上任后的两周内公布内阁名单 在509全国大选之后 时任首相马哈迪在登上相位的两天后 就率先公布三名高级部长 而慕尤丁和伊斯迈则是分别在宣誓后的8天和6天后 宣布内阁阵容 究竟安华会否在本周内有所宣布 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公正党宣传主任法米周一发表声明 指首相安华已经指示警方对首相做出诽谤或无理指控的人士展开调查 捍卫自由律师团总监在宇玛丽对此提醒新政府不能够滥用权力 利用警方来对付批评或侮辱首相的人士 在宇玛丽也说 新政府承诺改革 可如今要求警方对付批评首相的异议者 这个举动不能够被接受 在宇玛丽强调 首相在法律上没有特殊地位 不能够合法地要求警方维护他的名誉 如果安华对负面评论感到不满 必须要透过民事法庭提出诽谤诉讼 另外在于玛丽直言 新盟曾承诺要废除1998年通讯极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 然而现在去允许警方援拟这个条文 来调查国盟一党华林后任国会议员哈山 无论如何 针对哈山指控安华是以色列特工与士 不成功亲团和新盟成员党都已经报警处理 安华也向哈山发出了律师信坛 要求对方在三天内无条件道歉 彭亨州刁曼岛州议席 以及巴东四海国席选址进入了倒数阶段 尽管新盟成进党此前宣布 在刁曼州议席让路给国阵 以集中票员来对抗国盟候选人 但巴东四海国席却没有相关宣布 各政党依然维持竞争关系 巴东四海国席西蒙候选人 穆哈默索菲向马来西亚前锋报说 他至今没有跟国阵就此事进行任何的讨论 并认为这是双方最高领导人的责任 他直言如果国阵不让路 那意味着西蒙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来捍卫这个议席 无论如何进入第七天的竞选期 穆哈默索菲对胜选感到乐观 新闻结束之前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